一定支持你 這麼黑兒這麼黑兒 所以問你們這麼好幾票 麥麗拉台要民眾集中選票 投給自家新竹市長 候選人高鴻安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到新竹 府選有人攔路陳情 拜託拜託 打問誰這樣 我跟人之間當民講 說跟他負責也一樣 也有人替高鴻安抱不平 柯文哲返鄉 駐選民眾熱情回應 想必也替高鴻安注入一股暖流 從民進黨平打論文 到國民黨出手搶攻助理爭議 高鴻安不僅腹背受敵 林康仁在起初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站台 被災舞台稱被台北人指示 鄉下人 我跟人家有講他嗎 我跟人家表演 不要表演過頭好不好 確實看到落淚的時候 會有覺得就是 不太知道這個情境 是什麼樣的狀況 高鴻安不口述二言 給柯文哲半黑臉 因為韓國瑜同台林康仁 也沒開口批評高鴻安 答應是否會全數歸隊有待觀察 倒是民進黨的沈蕙虹 再找聯電創辦人曹新成 跟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來加持 陳時中是認為他在台北市的選情很穩 他這樣很閒 可以到處跑 我看他還是努力的 把台北的選舉好好打吧 像黃珊珊是選台北市長 現在他的自己台北市的選舉優先 台北新竹選情拉鋸中 柯陣營自顧不暇 高鴻安要掙脫藍綠袈殺 有賴柯文哲半攻擊手 在前頭先殺出一條血路 TVBS新聞 我們劉宇俊泥皮新竹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